在這個時候我回答一個問題 有個姐妹問我 她說她在分享信息的時候 她會只顧著內容 她練了它 然後上頭就這樣說了 又看不到人 又看不到筆記 總之就覺得很快地說出來 她說怎麼可以克服這種懼怕 或者這種困難 我鼓勵她先用一個人來練習 即是同一個人來講 因為同一個人來講 我們一定會有感情 會連講道 即是會講話 將內容變成說話的方式 你發覺我講道 其實都是講道 講到什麼都會好像聊天講話 就不是好像有一篇講道 有些人講道 她是沒有辦法這樣說的 我們在神律院都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她是寫完整篇 逐個字 逐個字讀的 即是 這樣的時候 是會有困難 就是會 難於有感情 難於能夠自由的發揮 但有些人是做不到自由的發揮 那我就會一步步 即是有同一個人講 那你講的時候 就不要想著我要完成 要想著完成 就有壓力了 不要想著完成 我只是講其中一個部分 講得生動就行了 那你講了部分生動 然後你慢慢將它擴展 講得更多 因為當你有壓力 我要講完 那就成為了壓力 有壓力的時候 就做得不好 所以就試試跟一個人講 我怎麼可以留意 講得更加好 怎樣更加有感情 好像聊天一樣 譬如說 講到救恩 如果是好像 硬板那樣說 神很愛我們 為我們差役耶穌 為我們死 如果我們沒有耶穌救恩 就要落地 那你就有一種 講事實的講法 但是如果我們講有感情的 即我們可以這樣講 當我經歷到神這麼真 原來神真的很真 真是祈禱 有些人會聽到神的聲音 會有神的儀仗 神的意念 神帶領我們 然後呢 煩惱也好 祈禱會鬆的 即神真的很真 我知道真的有神的時候 即是說真的有天堂 有地獄 那我知道我自己去到天堂 我都很想你去到天堂 即是這個就是有一個經歷 然後呢 有一個講話的方式 就算我講經文 我都會將它講出來 譬如我世人 我說 神不僅像在天堂 看著那麼多人 你的老百姓 這些那麼多人 我個個都愛這樣 然後祂真的逐個愛 逐個關心 逐個每一個生命都寫在祂的計劃裏面 神呢 每一個都去感動 很想去悔慨 我會相信主耶穌 那這就是神那種愛 即是將祂個人性地表達出來 好 我現在繼續說 可能有些想問了 那我繼續說到這個 講到這個感情 這個東西是需要時間的 那我就給大家一個功課 你回家 你試一下 然後我會再講一下 講道的大綱 一個最簡單的講道的大綱 但是你不講出來 你只寫了大綱 然後呢 你出來講三分鐘而已 因為時間的限制 就將那樣東西有感情的 那可能你這麼多東西 你很難這麼多東西都留意到 總之你 屈我一件事 你都嘗試有感情講出來 因為為什麼我會在這個感情那裡 更加想大家努力呢 因為 如果說一篇硬板的道 其實基本上不難的 你就算是想生孩子 練了那篇說什麼 我想你說的就是能夠有感情 能夠你的聲音啊 你的表情啊 動作啊 還有你的內容 都是有一些感情 你三分鐘的 說出某一點 任何一點 不是整篇道 但是你那篇道 你試一下寫個大綱出來 好了 十七就是講道 需要聖靈因高 就是神的同在 這個是需要我們陪伴一個習慣 時時和神相交的 時時也有神的同在 我們走路搭車煮飯 去洗手間 也有路多謝天父 Hallelujah 和神相交 說信息的時候 都一直想著耶穌 耶穌在跟我一起 說的時候就會有 神的動力 也有神的意念 很多時候我在講道的時候 神會給我一些意念 有些可以表達的方式 或者有些新的意念 或者平日 神都會給我一些意念 就是時時都和神相交 因為我們所宣揚是這個活著的神 所以首先我們和神有一個 密切的關係 經常都和祂相交的 經常都被神感動 經常都處理生命 經常都喜歡神 拔著神 這樣的時候 我們生命就會能夠有表露 但如果只是一種道理 譬如說信息的時候 只是說一些道理出來 是很難觸碰我人的心 但這個是我們真實 經歷到神的工作的時候 說出來 就更加容易觸碰我人的心 第十八 就是信息的實用和可行性 這個一定是由我們自己來的 這個內容我沒有這麼讀出來 其實你回家可以嘗試看 實用性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我自己也聽過很多道 我發覺有很多道 它只是說我們應該悔改 或者應該怎麼做 但沒有說出內心怎麼去處理 怎麼處理那種 為什麼會重複犯罪呢? 譬如我自己留意我以前 有時候會這樣想的 犯罪呢? 總之我遲些悔改 耶穌就射臉 沒問題 我會有這種意念 在以前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後來我會改變呢? 就是我知道神這麼愛我 神真的這麼喜歡我 還有神是很不喜歡罪的 看到罪是很恨惡的 而犯罪真的會帶來破壞性的 那我知道罪有破壞性 當我一有罪的意念 就算我有時跟人說一句說話 說錯了 我只是說 神啊 我不應該這樣做 我就會向我認錯 我就會 真的我要處理這件事 我要不去 就是繼續去傷害這個人 或者給人有種負面的感覺 有時是一筆自覺的 有時是一筆自覺的 這句說話 在WhatsApp有時 我想你也試過 一旦帶一句說話 誒 說錯了 那我立刻 delete 說一次就delete 不如說一次 一個小時之內 我知道 但是你有個時間 一個小時之內 那人家都看了 看了修法 那時候 我們應該要道歉 是不是 但是很愚的 是不是 不愚的 那這就是我們願不願意處理生命 願不願意說 對不起 我就先說這句說話 我曾經試過傳訊息 真是 打算傳給A軍 怎麼傳給B軍 雖然我說的東西是真實的 不過是 都是 總之是 傳出來真是很不對的 那我就 是不是道歉了 就是想事 都沒有想清楚就傳了出來 原來人 多小心都會做錯 那時候可以怎樣呢 真是知錯 真是犯罪 得罪人 實力都得罪人 那我真是 滴起深光去認罪 真是向那個人承認的 那大家會不會想這樣做 這個就是可行性 實際可行性 其實我向人道歉 真的次數非常多 非常多 有時候就算我錯 一點點 那人錯很多 我都會 承認我的錯 那時候呢 都是一個 處理內心 那我剛才都說到 即是實際上 怎樣處理那種內心 為什麼這麼多人 這麼難道歉呢 因為覺得不可以壞 反而不想壞 就更加壞 因為 別人覺得他做錯事都不承認的 總是經常都說自己對的 那我們能不能夠做一個 誠實的人 真是做錯的 會承認 能夠亦都真實處理 真是 其實我常見的一件事就是什麼 A君罵B君先 然後B君就罵他 誰錯呢 A君和B君都錯 不過A君就說B君壞 所以我罵他 B君就說A君罵我先 所以我罵他 那人很多次都會這樣的 我們有時候都會這樣的 我有一個藉口 我們會不會說 就算他多差 我罵他 都是失憶症和傷害他 我能不能夠去刑錯 還有呢 別人罵我 我不是一定要罵他 但事實上 這個是一個文化 人罵自己 當時人們會反罵的 那我們能不能夠處理 我自己處理生命都是這樣 所以我講信息都是講好實際的 儘量講實際上 如何處理情緒 負面思想 和別人說說話 所以這個就是可行性 但是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很多道 但是好像說得很模糊的 我們就試試 說得清晰一些 如何應用出來 十九日聽者的興趣 這件事是很多不同方法的 有些人就喜歡找故事 不過故事總是有限的 你不懂得永遠都是故事 什麼都是故事 我覺得引起人的興趣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 他覺得有共鳴 真實會是這樣的 有時比如說 生氣一個人 真的很難放下那種怒氣 不喜歡他 見到他 總之不想見到他出現 或者一街見到他在好遠路 有些人就會 兜路走 或者是轉彎 或者進去做小巷 這個就是 這件事本身不是什麼興趣 不是什麼笑話 不過那些人聽完就覺得 我也有試過 那時候是有些人的興趣 那種興趣不一定好像 那些小劇 叫什麼叫周星馳那種 那種笑話 而是人聽完之後 覺得很真實 我們真的會這樣的 人真的會這樣的 我們就去處理了 有時我們是找一些有關的故事 所以我們越是 有這麼多的經歷 和放在記憶裏面 我看到任何人的真實經歷 我都會放在記憶裏面 譬如有一次有個媽媽 我在醫院 我看到媽媽抱著那個嬰兒 一邊看著她 一邊笑 一邊 那個嬰兒就睡了 我真的很深刻印象 我覺得媽媽的愛真的很大 我就放在記憶裏面 另外一次 我在元朗等巴士 看到有人坐在地上 然後拿個袋子出來 打開拉鍊拿張紙 我想已經是會求黑 那時候不是很流行嗎 紙 在那裏面 怎知道她就拿張紙 貼在那個柱子那裏 就說女兒 我已經原諒你了 請你回家 我們很想念你 譬如爸爸 我看到真的很感動 我覺得天父就是這樣找我們 等我們回來 當我們還沒回來 她很傷心 很想念我們 這個爸爸也是這樣想念她 我就把這個經歷 我放在記憶裏面 當時沒有一個手機可以直接拍 但是我真的很感受這個爸爸的那種心 當我感受這個爸爸的心 我就感受到天父的那種心 我有很多小的事 我剛才看到一個狗 我都留意過 其實我去喝茶的 我很喜歡看什麼 小朋友 還有 有些人有些動作 我喜歡看的那些 因為小朋友是最單純的 我試過見一個小朋友 跟他媽媽在那裏吃東西 我媽媽就拿著手機 小朋友就拿著一個 iPad之類 從頭到尾 兩個都是在那裏 自己玩自己的東西 到了最後 媽媽說要走了 那她快點收機 就走了 我看過是這樣 但我也看到有些小朋友 真的很開心 我看到小朋友 我看到小朋友 就是跳的 那我 小朋友真的很開心 很自然地 走路就跳著跳著 那我都很欣賞 就是任何小的東西 我都留意 你看到人很開心笑 看到人如何照顧他的子女 我都很留意 我覺得這些都是人生有興趣的東西 我在心裡就儲存了很多這樣的東西 我就能夠將他拿出來 就是要來分享 或者就是我自己 我看到人 就是每個人不同的 每個人的表情不同 每個人的做事的方式不同 講話的方式不同 我都留意的 我留意的時候 我會留意到 人每一個人的不同 我亦都聽到人的分享 我覺得每個人都不同的經歷 我覺得是神很特別 給每一個人不同的經歷 我又會放在記憶裡面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這樣的時候 我們講的東西就會有感覺 其實這個知覺文 其中他講到五樣東西 都是我們講信息的人 一定要學習粗練 這個我沒有的 你可以寫下 就是I act 我做的東西 以前做 現在做 將要做的東西 I act 第二就是I sense 就是我眼耳口鼻 看到 感覺到的東西 然後I think 我的思想 我的信念 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的東西是這樣的 第四就是I want 我想要什麼 第六就是I feel 我的感覺 而人上的感覺是什麼呢 Glad Sad Made Afraid Ashame Hurt 我再講一次慢一點 Glad 開心 興奮 Glad Sad 悠仇 Made 憤怒 激氣 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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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raid 懼怕 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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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furt 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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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MAD 可以問問是否真的 不要緊 我講回我的經歷 在我初做律師的時候 我未做律師的時候 教會和傳導人、教友都很喜歡我 因為我很有表現、很關心人、很熱心 但當我做律師的時候開始有很多壓力 尤其當時有一個同工 很多時候他看不順眼 因為他其實對我期望很高 他就想著我神學院畢業 那豈不是更加高超 當他覺得不是的時候 他就很多時候跟我太太說 我太太聽了 聽完他就吞了 第一個太太 已經是色奴歸主 然後他就回來跟我說 聽得多了 聽得真的很吵 其實我當時一直都想回香港 我後來安排到有十天回來香港 回來的時候很開心 看到維多利亞港 很開心 我以前經常發夢很多年 經常發夢 回學的路是怎樣的呢 我以前很熟悉 現在好像越來越模糊 有很多事情想回香港 然後我坐地鐵 初途很開心 後來想到 我還有幾天要回去 我馬上心寵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感覺 心壓著 或者有些人傷害 半夜醒了 心裡好像有把刀刺著 我也試過 當我試過的時候 我留意 我知道人真的會受傷 受傷是很辛苦的 我就知道受傷的人是辛苦 我又學習處理我的受傷 也都關心人的受傷 去幫助他們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分享我的感受 我的經歷 那我自己是一個 留意自己的人 其實呢 我背景不是這樣的人 我小時候是沒有笑什麼的 除了看笑片會笑 為什麼呢 在家裡是罵 打 要做什麼 吹逼 說不要做 就是在這種情況上長大的 但是 神給我 我感謝神 神給我 一方面有理性 我會去研究 關於神我真的研究 神給我感性 當我知道有神 我真的很感激 我小時候聽到 那些義虎 我會哭 聽到故事 我會哭 就是 神給我這種感性 我感謝主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培養 這種的感覺 也都 建立一個健康的感覺 這個很重要 如果一個人長期壓抑 是沒有健康的感覺 他的感覺只是憂傷和文革力 他不能夠經歷到開心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醫好 我們的內心 靠著耶穌醫好 能夠享受生命 那些東西很好吃 那些東西 那就是神 有人跟我聊天 有朋友跟我一起 有人搭車的時候 一起聊天 真的好 就是 什麼時候都會 享受 感激 那些人的感覺 恢復 那些信息 都會有人性在裡面 不是一種理性的廣道 是一個人性 有感性 所以希望大家都靠主 恢復這些內心的世界 留意到自己想什麼 譬如我們想什麼 很多人 他們吵架 肯定不說 想什麼 只是慢慢吵 你都不陪我的 最後可能對方說 他說 不如這個禮拜和你一起去家 好 你想我陪你 是啊 他可能不敢說出來 或者不想說出來 你現在才知道 你現在才知道 我想你陪我 這麼遲 遲了 人就會這樣 用這些保護性的方法 但是人很多時候 就不能夠將他的感覺 他想要的東西說出來 但是我們能夠留意到 我們就慢慢被耶穌 恢復成一個完全的人 更加完全的人 那麼我們說的信息 更加實際 和有感覺 希望大家都在這方面 去努力 這些就令到我們的信息有興趣 就是說 有個人性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喜歡看話劇呢 不過他們看的多數是一種 好像 有時候就是看別人的故事 但是當我們能夠說出 人的內心 那人是會有興趣的 跟天众的互動 比如說 你想想有多些感覺 想想你開心 想不想 大家想不想 想 那這個就是互動 也有時候叫弟兄姊妹 你跟隔壁說 我們都可以開心的 你跟隔壁說 我們可以開心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開心快活的小朋友 我們可以做一個開心快活的小朋友 有些人很介意 我上台說的是要堯縮一點的 我覺得 是不是一定呢 聖經有沒有說一定要堯縮呢 因為要敬畏神 尊敬神 但是大胃跳舞跳到 哇 不得了啊 其實是可以輕鬆 而又尊重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神都說這句說話 有些人覺得 神你像小朋友一樣 西方的書三章十七節 他因你歡欣喜樂 麥而愛你淺 因你喜樂而歡呼 神會歡呼 哇 好開心啊 很多人不會想到神會歡呼 神會歡呼 我們可不可以歡呼呢 可以 但很少人歡呼 真的很少 我感謝神 我太太很多時候歡呼 真的我感謝神 我跟她說的好事 你才是歡呼 真的很特別 所以我更加令我 更加想跟她說這句話 第21 有說服性和影響力的廣道 那為什麼有說服性 首先我們說服到自己 說服到自己 為什麼我這麼想跟從神 譬如我自己為什麼這麼想跟從神 為什麼我不想有罪 因為我知道神的計劃好得不得了 是超乎一切 而人自己想 為自己預備的那些 是經常都甩漏的 你預備了 未必會發生的 現在可能是相反的 但是神預備的那些 你聽說一定成就 你想得成功 靠自己未必成功 不過我們信靠親近 遵從事奉 神一定成功 不是一定你有大的事奉 而是你做每一件事 神都喜歡 那就成功了 神喜歡的時候就祝福你 你想將來有一天 你看回頭的時候 你真的說 這個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 這個所信的道已經守住了 真的全部都做了 你想想都是這樣 真的有一個輝煌的生命 有一個方法是肯定得的 只要我們每天信靠神 親近神 遵從神 遵從神 侍奉神 神一定會歡喜的 所以我真的說服自己 我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是不是 走一半是 走一半路 破壞性不是一半 是大半 可能全部 譬如一部分的罪 可以整個人破壞了 所以完全走神的路 是否最聰明 是最聰明 那你想不想 從今天開始 所有的負面要處理 所有的罪都要處理 因為 任何樣留下 就好像 將蟑螂放在你吃的東西 在中間 你還想吃嗎 不想吃 是吧 你想你的生命好 就不要放蟑螂進去 那些人罵你的 有它 不要緊 是它的問題 那我們就放手了 就是說 我們說 我們說服自己 我們就能說服人 我們影響自己 我們就有影響力 這個影響力 就是從生命而來的 那我也感謝神了 我去到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都見證 哇 你說完 回家我怎樣跟太太說話 我怎樣跟人聊天 我怎樣處理我的生命 處理我的負面思想 有些人馬上說 哇 這兩天馬上改變了 甚至有些人繼續去教導 在非洲都有兩個牧師 他們很想把我的教導傳開 有一局經常都好說 我去到那裡 那些人又說 快點你 葉牧師幾時就可以來 他們很想我去 因為他們很想 聽到我怎樣去教導 他自己都去訓練 那我又支持他 我們就放一些 就是我們的奉建 父兄 宣教師公 買一些電單車給他們 就用來請人開車 就賺的錢 就幫他們去宣教 去不同地方訓練 那些人真的會得幫助 其實來源在哪裏呢 就是我真實處理生命 我把這些處理的方法 告訴他們 分享給他們 他們聽完 覺得很實際 很有幫助 跟著他們走出來 就真的被抹抹出來 而我現在白白送給你們 你上網可以看完我的教導 你就可以用的 我希望你 那你預備講到 你先看我的 你參考也不要緊 你用也不要緊 我歡迎你用 不要緊 那你不要緊 那你不要緊 其實有些人的好的信息 好的教導 你可以自己一起用 那你就省了你很多工夫 因為我真的很多年積聚的經驗 然後積聚有現在的教導 我感謝神 好 跟著下面 就是一些可以用的 講道大綱 正先我講的 就是我常用的 但是以下有些不同的大綱的方式 第一個 就是跟經文的時間次序 譬如浪子比喻 就講到他之前未悔改 他怎樣 浪費了錢 後來他醒悟 後來他回去 他回去的時候還是擔心 然後回去的時候 他爸爸怎樣對他好 就是跟時間次序 第二 講出經文裡面 某人所經歷的 譬如說 比特的經歷 他怎樣 在 看到耶穌走在水面上 說耶穌走在水面上 你可以用一個個人感受到的東西 比特怎樣走在水面 假設是你 嘩 耶穌走在水面 大家看看我 不要忘記 為什麼呢 我想你 讓他找到我的表情 嘩 耶穌走在水面 水都可以走 我也想試一下 耶穌行不行 讓我走在水面行不行 耶穌說 好啊 嘩 真的站在水面上 真的走到 真的走到 走到 然後 嘩 大浪來 嘩 怎麼辦 一大浪來 馬上就沉了 嘩 真的沉了 現在真的沉了 所以耶穌救我 好像我是彼得 那樣去 把那個過程演繹出來 但是 大家可能發覺 這個天道理都聽過人說的 但是未必有人會這樣演繹 即是用第一身來演繹 聽到像大衛 嘩 那個巨人這麼巨大的 他現在一支槍這麼粗 他稍微碰我一下 已經不行了 但是大衛他的記憶是什麼 如果他看著這個人 他就會很害怕 但是大衛是什麼 我記得神怎麼跟我同在 我怎麼親近神 神跟我同在 就算我看到那些獅子 柴狼 那些那麼兇猛的動物 我可以用我的方法去 靠著耶穌 可以靠著神 可以打到他 他就心裡 在他走出去的時候 他就說 哎呀 這個巨人 我要有神的力 神給我 給我力 大衛不是這樣的 如果大衛說 哎呀 這個巨人很厲害 哎呀 神給我力量 我一定要打贏 不行的 這樣就很害怕 但是他說 神曾經做過這麼多大事 他可以透過我做大事 我一定可以得勝 耶穌 神一定幫助我的 這個就是他的 不注目在人 注目在神的大能 那我們就把我們套進去 可以嗎 套進去 什麼訊息 套進去 你都想到神 比如說這個大衛和歌利亞 神是一個很有能力的神 和很憐憫人的神 大衛會給他一些能力 這個人聽神的話 大衛對神很喜悅 很歡喜神 所以他寫的詩篇是很美麗的 說到耶穌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你我就是我安揭的水邊 說到神真的 每件事都很好 大衛的心都開了 所以神做功很容易在他身上 就算當他犯了奸養殺了人 當神感動他的時候 他馬上悔改 他真心悔改 所以神依然接待他 大衛就是這個心 神在他生命中很容易造功 我現在講神的屬性 神很容易造功 神也很欣賞他 很喜悅他 神也在他生命中不斷地造功 感動他 以致大衛越來越被神去改變 神又會賜給他超然的勇氣 千年的信心 即是神裡面充滿了勇氣 完全不懼怕 但是因為他的信心 所以他裡面 拿到神的屬性 那種勇氣和信心 神就改變他 他能夠對著這個巨人 可以一下子 如果他怕 如果大家試過打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打球 打網球 譬如有人上網 你很想去右邊或左邊打球 但有時候打不到 有時候打到他沒有力 然後他打回頭 但如果打了球 他站在那裡 然後在他的縫下 打到他 他擋不到的時候 會很開心 好了 我用這個比喻 當大衛打這個石頭 那次打不打到呢 打不打到呢 他就很害怕 但神可以給他這種準誠 這種放心 但他緊張就打不到 但他放心 神一定幫到我的 一打 神就給他這種超然的智慧 可以打到 即是在裡面 一方面我講出人的性 另一方面 是講出神的屬性 他都美好 和超然 讓我們更加喜歡神 OK 好了 一個講到的大綱就是 不同的質素 譬如保羅 他怎樣有耐性 不怕死 你不用看那裡 其實我講的時候 我不會跟著那裡講的 我多數都是這樣 你聽著我可以的 在一個主題 回家看 即是說 每一個人 有他不同的質素 大衛的勇氣 不怕死 彼得是一個我很喜歡的人 彼得和大衛 因為彼得很感情充滿 彼得也很感情豐富 彼得他真的很衝動 不過他的衝動 是帶有一種喜歡神 相信神的大恩 亦都不怕死 第一個出聲 是一個很放膽的人 他裡面的不同的質素 我們可以講出來了 因果 譬如說 猶大 他會出賣耶穌 是不是一天的事 其實已經很長的時間 他積聚了很多的 他可能懷疑 對耶穌的不信 或者他貪錢 他被魔鬼留地步 我們不知道實際發生了什麼事 但已經是一段長的時間 積聚了很多負面的事情 以後他會因為 三十塊錢出賣了耶穌 雖然他親眼看到耶穌行很多的神跡 聽到耶穌說非常之美好的信息 看到他是從神而來 但是他居然會出賣他 好了 第五就是 同一個字詞有進度的觀念 譬如說 這裡我講到戒命 戒命取代恩典 戒命不能夠成為救恩 有你的救恩 他應該遵從戒命 即是說 同一個字 但是一個進度 譬如四年充滿 四年充滿可以說到 四年充滿可以更生人 四年充滿可以失去 四年充滿可以大大提升 四年充滿可以帶來 就是我們生命和整個群體的滿足和改變的 進度 譬如說 一個人 最初是信主 但後來是愛主 後來是熱心的服侍 又後來是為主犧牲 這是進度 這些就是看經文的內容 但是我自己來說 我比較多的是主題才講到 但其實我一樣有 用一段經文訪導 是有的 為什麼我用主題才多呢 因為我是 很多時候覺得 我很想傳第一個教導 傳現性的教導 所以我就在這個教導 各方面去找資料 但是有時候我的問題 就是太多資料 所以我要縮短 找完了 然後我將它簡化 將我要講的講出來 但依然我兩樣都可以做 即是說 一段經文就行 我可以有一個主題 以後 搜集不同的經文 但是搜集不同的經文 我一定有一個邏輯性 否則我太亂的時候 那些人就拿不到 如果你留意我講到 或者你聽到 你會看到我寫一、二、三、四 這樣寫下去 好了 接著就是 從經文抽出這個大綱 譬如說 活著是基督 與基督同丹十字架 活著是基督 死亡就有益處 這些就是你可以跟著 經文的進度 那個內容 單詞的大綱 因為這個來源是英文的 所以它用單詞 其實就是 unity 一個字 譬如說 那個經文裡面講到 合一 團結 互相扶持 那你就用這些詞 譬如說 初期教會 他們討告 他們合一 他們一同領受聖餐 然後一同 服侍主 又用丁文中的圖畫 圖畫的意思 不是真的畫圖 而是 它裡面有些圖畫的字眼 譬如說 真理的帶子 那我們就可以用 怎樣形容呢 真理的帶子 不用望張子 譬如說 褲子如果鬆 沒有皮帶 就會脫褲 那帶子就說 它好像保持著我的褲子 沒有脫褲 就是保持我的心靈 是完整的 就是有真理 我是完全知道神的真理 神愛我 神祝福我 神保守我 神是關心我 神是聖結的 神是公義的 那這些呢 就撐著我 讓我呢 是有堅定的信心 譬如為什麼這麼多人 會搖動呢 就是它一搖動 神也不幫我 耶穌也不幫我 耶穌也不幫我 耶穌也不記得我 神不喜歡我 那些人又不好 那它充滿的是什麼呢 不是真理的帶子 是垃圾的帶子 全部都是垃圾不好的東西 那我們可不可以充滿 都是神的真理 經常記神 在我心中經常記神 神是永遠愛我 我做什麼為神做 神都會歡喜 我一悔我一神就歡喜 我一尊重神 神就歡喜 我做神的事 祂又歡喜 我討過祂又歡喜 我經常都在心裡藏著這些真理 所以變成我 很難會搖動我 有什麼事發生 明明被人擊完 被人攻擊完 我轉身 我立刻說 神一定保守我 沒有問題的 祂不能夠攻擊到 祂破壞不了神的計劃 我就會堅持這樣下去 就是什麼事發生 我都堅持下去 那就有這個 真理作得帶子 即是把那件事形容出來 不只是說 有些人很狂誇地 穿上這個草莓均 穿上這個帶子 這個公義 就是這樣做的 數出來 但其實最重要是 我們內心 真的有這些真理 圖靶 其實很多經文都有圖靶 有些人會說 耶穌是我的牧者 祂真的帶著我 有時我們會迷失 有時會不開心 神就把我送出來 不用開心 在我裏面 我一定為你預備 可以開心 即將它圖畫化 即實際上 羊不會這樣 不過羊也有時害怕 主人要保護他 安慰回他 即是用這些的比喻 用一些圖畫 好了 用應用作為大綱 譬如說這裡講到 思念神的美事 思念神說我所做 思念我如何回應神的愛 就是回應 譬如說 這個浪子的回應是甚麼 第一 醒悟 悔改 回轉 回家 然後接受他爸爸的愛 這些就是他的回應 我們可不可以同樣是這樣 用不同的問題 譬如說 死人會復活嗎 死人甚麼時候復活 死人復活 帶著甚麼身體 我們可以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說 為何基督徒總是愛心很冷淡 為何關心人總是這麼少 我們是拍甚麼呢 我們有沒有想過損失更大呢 我們怎麼可以衝破這個巨拍呢 這就是問題的方式 來寫個大綱都可以的 其實問題有時候的好處是被人反思 第二 不同的群組 譬如信徒、門徒、衛生者、侍奉者 這都是在經文裏面不同的群體 譬如說 浪子的比喻 有這個浪子 有那幫豬朋狗友 有那個苛刻的主人 連東西都不肯給他吃 請他做事都不給他吃 這個是我們實際上會預見的人 有些人是這樣 然後就是那個哥 那個哥是不會欣賞他的弟弟悔愨的 有這個爸爸 就算他兒子做了幾錯 他都是一樣接納他的 好了 必定的事 譬如說 犯罪一定有不好的效果 遵從神 神一定賞賜 神一定祝福 這些是不同的可能性 其實大家 初期的時候寫廣道 可以在裡面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這個方法 如果這個經文已經找到 那就最好了 如果找不到可以找這些方法 但是很多時候 你容易想到 就用回我最初講的方法 就是發言神屬性 講到法的方法 這個大綱就比較容易想到 不過這裡我都給大家 有一個不同的例子 對比 例如糧事的中心部人 又懶的僕人 有些建立教會的人 還有一些拆毀教會的人 有些侍奉人員也拆毀教會 他們會吵架 他們會有不好的見證 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對比 如何呢 這個我都常講 如何去做 譬如如何充胖我們的懼怕 如何更有勇氣 如何靠著耶穌更達出一步 就是用如何作為大綱 從者類到那裡 從失敗到成功 從一個軟弱基督徒 到一個剛強基督徒 到一個勇敢的侍奉者 似乎有矛盾的 二人卻成為一體 或者是軟弱的 卻是剛強的 失敗的 他是成功的 有失敗就是沒有肯定的大哥 有時都會有這種情況的 不過總是有個進度 OK 在這個時候 我也講一講這個法人神 神屬性的廣道法 以後呢 我就想給大家功課 大家都可以討論 我簡單地把這個 法人神屬性的廣道法 講出來 大家有沒有問題 先是先所講的 有沒有問題 那我就 大家聽完 有沒有覺得 哇 有這麼多地方可以進步 或者覺得 哇 很難啊 不敢啊 糟了 我會這樣說 你進步1% 就應該開心 我可以進步1% 我可以放些感情下去 放些輕鬆下去 放些真實的感覺下去 就已經是進步了 這樣你就沒有壓力了 其實 在這個課程的幾個禮拜的時間 你很難會成為一個講導者 忽然間 但你可以知道以後怎樣改善自己 其實有時間呢 你都可以寫一些訊息的 雖然你未 有些可能未有機會講 有時候少了 可能有機會講 那我自己也是的 我無論什麼時候 那個意念 我立刻就找審記 寫下 那便有儲存定很多的講導 我亦都有 我其中一個folder 就是一些未講的導 是有很多的 那我有一些東西寫了半 然後我又 當時又覺得 都不想講這篇 我又講另一篇 就是我預備了很多 那也都呢 我發覺其實我講到 一路是有進步的 一路是不同的 就是我幾年寫到 我現在講到 我都會將它修改 那這個都是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進步的地方 那發揚神淑星 講到發呢 就 因為我剛才都有提過 我就想用幫助大家的方式 所以我想大家貼到後面 有一個 如果是第 對不起 沒有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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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子 第五章子的後面 有一個表格 大家看到嗎 方法衝突 是用神聖廣道 發明一些例子 第一個是方法衝突 沒錯 沒錯 OK 這裡呢 我是用一些例子 給大家看 這種預備 講到後面 其實是簡單容易的 我下個禮拜 會再把之前的材料 再 集中抽出一些出來講 未必會講完 不過因為這裡 會實際幫大家想到 我想說 就是 其實發揚神淑星 廣道法 是有幾個要點的 我在其中一章 在前一章子 發揚神屬性賊 經廣道法 的頁處 是的 就是 前一章子 第四章子的底 第四章子背後的底 那裡 發揚神屬性廣道法 有八點 但是不需要順月次序講 也都不需要講完 大家看到沒有八點 OK 那八點是什麼 第一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接著就是人的正面例子 就是什麼呢 很多基督徒沒有愛心 第二有些基督徒很有愛心 他付出很多時間幫人 去探人 去關心人 那個人不聽話 他都繼續耐心幫他 這個是正面例子 接著就是神的恩典 和神的戒命 或者律法 神的恩典就是 神為我們所做 祝福我們幫助我們 是禮物來的 神的戒命就是要求 這兩年大家需要分析 讓我講一些說話 讓大家說一些說話 告訴我 這是恩典還是戒命 我們要傳呼音 這是什麼 戒命 非常好 神很關心我們的 恩典 恩典 是不是很容易 神很想救世人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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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想使用我們去救世人 戒命 戒命 恩典 戒命 戒命 恩典 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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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一遵從 神就祝福了 祝福就是 由上至下 就是恩典 由下至上 我們遵從的就是戒命 為何要分這件事 是非常重要的 我講一講例子 你跟人說話都是的 麻煩你倒垃圾 這個是什麼 戒命 我幫你倒垃圾好不好 恩典我幫你做 是否恩典很舒服一點 我很關心你 這個是什麼 恩典 我想問你 你喜歡聽恩典還是戒命 恩典 但是我們需要講戒命 要講的 不過講戒命 我們剛剛上個禮拜講到 戒命都可以用柔和的方法講 用引渡 記不記得他幾個方法 探討 引渡 我們可以怎樣更加好的溝通 我們怎樣可以關心人 然後第二是什麼呢 是教導 教導也可以用探討的方法 你覺得我們怎樣溝通更加好呢 是否我們這樣聽對方會好些呢 這個是教導 然後就吩咐 吩咐可以說 麻煩你幫我倒垃圾吧 你幫我倒垃圾 我很開心的 加上一些恩典在那裡 但是有些人就說 你做不到垃圾 那怎麼搞的 你看不到垃圾 滿了嗎 那我們分賭呢 我們每天說話就不會這樣 但是有些人真的會這樣說話 你有沒有看過垃圾桶怎麼滿呢 為何做不到呢 那這就是帶有指望 然後吩咐有指責 是需要指責的 不過指責都可以有柔和的 你覺得這樣做法對人有什麼影響呢 你想回你說的說話 對領導聽人有什麼感覺 就是這種是柔和的指責 柔和的指責 提問 但是我提問的目的 是想知道他做的錯事 都是有種想他知道錯的 這個恩典和律法是非常重要的教導 為何要分清呢 因為很多教徒不知道 就經常說 我做得不夠好 神那麼愛 我也做得不夠好 他裡面是在做什麼呢 指責 指責自己 當你每天都是說 神那麼愛 我也做得不夠 的時候 他的內心會有什麼感覺 很不舒服 很大壓力 覺得永遠都做得不好 這樣的時候他會不會有力 沒有力 但反而我們跟自己說 恩典的說話 你都有嘗試 至少你有知罪 我只有知罪 已經最好了 已經第一步 這步很好了 都可以讚自己 可以嗎 你一起說一下 我會知罪 那就是主 我都有進步 我都有嘗試改變 那就是主 雖然我沒有改完 不過都有進步 神也會欣賞 那就是主 我改得不夠好 耶穌會誓念 求主赦臉 神就赦臉 那是不是會舒服很多 你猜很多人 是對自己用恩典多 還是律法多 律法多 罵到自己借東西這樣 那還會不會開心呢 不開心 那你以後怎樣 用多些什麼 恩典 那對人呢 更多恩典 更多恩典 說信息呢 恩典 其實你發覺我講到 每次都有恩典 每次都是 講到神如何欣賞我們 珍惜我們 我們容易討好神 那時候 都會令到人 我也有律法 當我們做任何事 神都歡喜 那時候會推動人去遵從 而不是說 你經常都做得不夠好 大家有沒有聽過 一些很重律法的訊息 有 聽完之後 有些人很扎心 是好的 不過每次都扎心 那個後果是甚麼 我都是做得不夠好 經常都不夠好 我每次都說完 我真的很悔改 不過有些人喜歡被罵 罵完就覺得熟靈一點 其實他的熟靈的定義 比較奇怪 所以我 這個分辨恩典和律法 希望大家 真的去留意 我後面最後 是有測驗和功課的 最後那裏有的 你會看到有的 你是可以做 做了我會 我會 給你分離 現在沒有 沒有 這麼快 這麼興奮 沒有 沒有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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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還有一個四 就是 神的革命事分故 神分故愛做 其實這裏是 同一點 就是解釋甚麼是律法 其實就不用分開 因為是四 這四點容易記 大家看著我 人的法免禮子 人的正免禮子 神的恩典 神的律法 容易記 接著第五 就是釋經 釋經不是大禮大言 而是說 講道一定要有釋經 將經文解釋給人聽 讓人明白 不要以為 個個都明白 人不是一定明白的 現在越解釋 人家越欣賞 越喜歡神 好了 接著呢 如何去做 怎樣去做 第七 就是挑戰 鼓勵 還有 討告 第八 其實有一點 我會有時分拆出來 就是人的反面 例子 就是說 為何人做不到 有時會放棄 為何人做不到 會放棄 如何之前 為何人做不到 為何人做不到 這八點 是很容易用的 是 比我們寫大綱 是容易去用的 我在這裡揭開這些頁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我列出來 我不是列完 譬如如何無列 但是我列了 人的反面例子 由正面例子 神的一點 神的界面 然後 在延伸 大家可以有更多 不過現在我們只看 放下重答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人的反面例子 是什麼呢 看著我 聽著我 可以說 人的反面例子 就是 很多基督徒 侍奉都是很大的重答 結婚又重答 要關心人又重答 自己做得不好又重答 是很辛苦的 這就是反面例子 基督徒帶著重答 多不多 都多 那重答的後果會怎樣 摘死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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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人的正面例子 有看到基督徒很輕鬆 有 牧師你看 是 那就是多些 不過我覺得 我們見鳥仔輕鬆多些 好像鳥仔輕鬆過人 鳥仔無人 鳥仔無人有 他有很多事做 要找人吃 不過他找得來都很輕鬆 不過神就做鳥仔給我們做個板 跟著鳥仔 其實基督徒都有嘗試輕鬆 不過總是輕鬆不來 耶穌就已經說了 老虎擔中擔離我 我騙是容易 我擔自輕鬆 因為我柔和謙卑 那時候幫你 很謙卑幫你 所以我們可以輕輕鬆鬆 不過這件事呢 我自己發覺 都不是很多人 會活在這種輕鬆 還有不是很多信息 在這種輕鬆裏面 所以我們試試 你看這個信息 可以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神的恩典是什麼 神的聖情 是很輕鬆的 雖然祂有億萬人做 很多很多人 祂同時做億萬人 但不過呢 做得來 很輕鬆的 為什麼祂這麼輕鬆呢 第一祂有能 祂的本質是輕鬆的 你看那些廟宇的神 哇 那本質是很兇的 很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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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的本質 就是輕鬆的 所以呢 去到天堂是輕鬆的 魔鬼呢 是被人壓力的 是完全想玩 地獄是壓力的 有些人以為 我去地獄wetter 有些人 可以玩 天堂很嚴肅的 但其實神是不是 即是祂有嚴肅的一面 但是神是很輕鬆的一面 所以神這個屬性 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好了 神的介面是什麼呢 祂就吩咐我們 個個個勞苦丹重擔 去那裡 就可以輕鬆了 祂倚靠祂 放下重擔 信靠祂 就可以輕鬆了 當你這樣想 是否容易 即是想過大綱的時候 好了 那一篇道的大綱可以怎麼說呢 重擔 可以由自己的重擔開始 譬如我 你猜我有過重擔嗎 有 我也有過 不過我學會 盡量說給自己 如果我擔心著後果 我都會很辛苦 所以我不可以擔心著後果 我發覺擔心了 那些小東西 唉呦 我忘記了 那輛車在哪裡 不知道 在車上 在巴士上 為何找不到呢 會不會有時 有些東西都擔心一輪 唉呦 又要買那個 原來小小的事 都可以成為一種大力 如果一些大一點的事 更加影響很大 然後神的屬性 就是這麼輕鬆的 祂真是 祂搞定一切 所以我們信靠祂 祂真的 祂就會搞定 我們就不用想後果 所以聖經說什麼呢 哥林多前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本家的事 要祂有忠心 忠心就可以了 後果神負責 總之我努力做好 我幫人幫完 他聽不聽話 我都關心 不過我不用掛慮 幫完人會不會掛慮 會的 不過我掛慮的時候 要變得怎樣 我自己就很大壓力 所以我就說 神啊 是你的責任 我做好 就是幫祂 我關心祂 我輕輕鬆鬆地幫祂 喜樂地幫祂 關心地幫祂 祂就會平改變 就是講了神的屬性 而我們怎樣可以放下這些重疊 怎樣煩惱 這是一篇道的大綱 用不容易 中間裡面有些正面的例子 譬如說 真是依靠神 真是很輕鬆 唱敬拜師公的時候 是否輕鬆很多 因為那時候沒有想著的東西 原來一想著的東西 就不輕鬆了 大家睡覺的時候 你的習慣是怎樣呢 上床就 哎呀 好多東西 好多麻煩 因為上床 上到床 腳椎 就睡覺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是哪一種呢 在你日常的生活裡面 是 我做了一切 神就會照顧 因為 哎呀 我做了 做的是這樣的 人是對我不好的 是哪一種呢 當我們這樣反思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原來人很多時候 就會擔著擔著 但是神是輕鬆 既然神是這麼輕鬆的 如果你的老闆很輕鬆 總之你努力做 你做得 就算果效不是那麼好 你找到幾個客人 不要緊要 總之你嘗試做 我就會 給你了 總之你做 我就給你了 有薪金 有薪金 那你有這樣的老闆 你會不會很開心 我們的神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神說 你去修你沒有勞苦的莊架 有時候說到修莊架的時候 因為誰真的去 殺種去改變的人 是神自己 所以你去修你沒有勞苦的莊架 我們原來就是神做谷 我們只是去修莊架 這樣的心態是否輕鬆很多 這個就是用這個方法講訊息 講出人的問題 但是神那種輕鬆 但是人的問題就是 人總是喜歡拿著重擔 而我們怎樣可以放下重擔 怎樣可以放鬆 而有些實際的方法 還有一些具體的例子 那時候挑戰大家去遵行 去真的放下重擔 試一下自己有些具體的例子 例如睡覺的時候 我會怎樣說 Hallelujah Yeah 蘇光激旺 Oh 又不蘇得又不蘇 我祈禱也是的 由頭到腳 Hallelujah 我不是一定出聲的 多謝 即是心裏面說 多謝耶穌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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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幫我的心鬆了 完全鬆了 就是我是這樣 祈禱 耶穌愛著我 我愛耶穌 我以神的事為念 神就很歡喜 Hallelujah 哈哈哈哈 就是我只是親近神 以神的事為念 願意獻上自己的生命 神就喜悅 神就接納 就算有困難 不緊要 神會搞定 這樣做人輕鬆很多 其實我小時候是很緊張的 很多人很緊張 是完全現在不同的性格 感謝神 即是我現在給大家看到 一個原來這樣的大綱的方式 是容易的 譬如靠主喜樂 基督圖多不少啊 多 多 多不多 經常都喜樂 少 是少啊 外面笑容易一點 是不是 不過在教堂笑 是不是多一點 回家笑的多不多 有啦 不過不是很多 為甚麼呢 在家處理不到問題 所以回家呢 又會 真 這個困難就不會開心 上班有沒有喜樂 有 有 有 你當然有 哈哈 對了 你是在外面上班 你是解架的 是的 所以你要面對外面的人 所以你是得性的 因為你能夠在周圍的那些不信者中間有喜樂 是困難的 但因為你習慣和神有親密關係 所以人家有這種力量 繼續 哈利路亞 哈哈 這個就是原來 我剛才用反問的方法 基督圖笑多不多啊 多啊 真的多啊 我都曾經訪問過一些基督圖好玩笑 我問你是不是經常開心的 你以為他怎麼回答我 其實我有很多煩夢 哈哈 他回家教他懂得笑 都好的 感謝主 有些人叫你懂得笑 但他回家 他不懂得處理他的重擔 他的重擔和擔前 所以他很難起落 而不起落也有急數 有些就 都可以承擔得你 不過其實真的不是一個喜樂的基督圖 有些呢 是重得很重要 不過他未必會告訴別人 但他的心真的很重 我不知道我們中間有沒有些人是很重的呢 很重的時候 這個信息就給你的了 你可以開心一下 你可以現在開心笑一下 哈利路亞 不用等到問題解決才開心 現在可以開心的 很多時候我講信息 他就會用一些實際一點的方法 不是一定要跟著那個格式 教他一個陸廊 就是基督圖 很多時候不開心 但神是一個怎樣的神呢 在馬帝25章那裡 他說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天堂的特色就是快樂 天堂的人怎樣笑 我不知道 不過我想一定有微笑 大笑怎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能夠說天堂 一定有微笑 他們天堂不會看到 天堂的人 一定很寬容 但會不會大笑呢 我不知道 因為有些人的觀念 覺得天堂沒有理由 哈哈哈哈 他好像不太 有些人好像受不了 不過我起碼覺得 你應該看到天堂的人 是在笑著 還在笑著 還在笑著 怎樣笑 我不知道 不過一定是開心 他裡面不再有重膽 很開心的 因為神的屬性就是開心 而且這樣 其實有些經文 我們消化了 就可以領受到這些信息 耶穌說什麼 一個罪人悔改 就是天上也要為他歡喜 即是天堂裡面怎樣 當看到罪人悔改 神就開心 神一開心 全部的天使 和所有的聖徒都開心 全個天堂就 一聲 那些開心的氣氛 就湧由耶穌那裡 從神那裡湧到所有人身手 天堂就這麼開心 你知道嗎 我看出天堂是開心的嗎 其實我們有時 看聖經 和聽聖經 去找他裡面 背後 神的屬性 我找屬性才找到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天堂會開心 整個天堂會開心 即是神很歡喜 看到人悔改 所以他裡面 他裡面是裝滿了開心的 既然神是裝滿了開心 那我們想不想開心 想 不過為什麼不是這麼多基督 和開心 因為我們習慣世人的方法 世人怎樣呢 背著重膽 世人就是被人罵完 一定會罵人 發猛症 激氣怒吵 這些都是世人的方式 這些方式好嗎 我說 不過那些人為什麼喜歡跟 我想問問 為什麼那些人總是跟著這些方法 習慣了 習慣了 有時都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就是 有些無奈 無奈 是嗎 是有時無奈 你做了另一件事 個人說你傻 是的 別人覺得你應該 民同康星 為什麼你這麼開心 是的 他說我傻 是否一定要跟他的模式 不用的 其實很重要的是 我只是看神怎樣看 我不介意人怎樣看 人怎樣看 我無所謂 所以我走路 我又不會大大聲 我等車 有時有些地方 我都會吞歌 小聲 我不會大聲 我不會吵人 不過人會看到我 輕輕鬆鬆 我一直走路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又不會大大聲 騷擾人 即是說我不用一定要跟人的方式 好了 神的恩典是什麼呢 神就是喜樂的神 神又會將喜樂給人 以及神會給喜樂的恩高 這三天 第一 神是開心的 第二 神會給喜樂 第三天給喜樂的恩高 就是怎樣 我們可以傳遞喜樂的恩高 好了 神的介面是什麼呢 就是神是叫我們開心的 神是吩咐我們 你們要喜樂 你們再主要喜樂 所以神是吩咐我們 不要做憂愁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個 背著教會的責任的基督徒 不用背著 就算我這些家人未信主 我認識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我家人未信主 我很重大 我每天都很不開心 我說你關心家人非常好 你為他們討告非常好 不過神沒有叫我們背著 神沒有叫我們憂愁 你憂愁就帶不到他們信主 但是有時候人就會用這個方法 神一介面 就是那個方法 不要用背著的方法 好了 其他就是說 人的正面例子 有些人真的喜樂 以及如何可以喜樂 如何可以放低重大 好了 大家是否拿到一個想法 如何用這個大綱 那你回家做什麼功課呢 就是你後面那裡 揭去這四張紙 發言神聖講道法作業 是的 一些格仔去填 其實最好你今次填得越多越好 下次就開始寫大綱 即今次會 先填格仔 先填格仔 填格仔 譬如說 有幸福音十五章一節八節 人反面例子 這個常在耶穌裡面 耶穌是常在裡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那人反面例子是什麼呢 你聽說不結果子 是的 不結果子 還有原因是什麼呢 不什麼 這個經文說什麼 你們要常在他裡面 和同神一起常在神 沒有常在耶穌裡面 於是便沒有果子 為什麼有些人不開心 沒有在耶穌裡面 這個就是個反面例子 即是同神沒有連結 那結果跟什麼連結 憂愁 對 人正面例子 奉神連結 喜樂 對 喜樂 如果讚美神便開心 喜樂 嘗讚美神便每天都喜樂 不只是教他那一陣子 神的恩典是什麼 你和他一起 他便將好東西給你 他很喜歡和我們一起 他感到我們和他一起 你一和他一起 他便將好東西倒入你裡面 那你就會結果子 你的生命就會結出很多的果子 而且神會欣賞你在他裡面 他會紀念你在他裡面 他便會帶你 他便會提升你 那神的介面是什麼 你上起來就跳了話題 跳了主題 上在耶穌裡面 上在耶穌裡面 是的 介面就是上在裡面 那包括什麼 具體就是什麼 具體就是什麼 祈禱 讀經 思想神的話 不是就是讀 其實很重要 你發覺我在經文裡面 找了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因為我思想 就夜思想 我經常都在想 我經常在家裡 我經常播聖經 我經常都在想 我經常都在想 播一下 以前聽過我的經文 很多次 為何我沒有想到這些東西 就想到了 即是會有些新的意念出來 我就會記下了 可不可以 回家試試做一下 你終於可以預備一個簡單的大綱 下次有人可以出來三分鐘分享 好 就 這裡有沒有計分的 這裡有沒有計分的 什麼幾個分合格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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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主觀 OK 好 我這樣說 你出來分享 第一 我又給你一些回應 我會欣賞你 我會很看起來 我會很記住你 這些 分好我 我會記住你 我會很欣賞你 我會記住你是一個這麼勤勉的學生 那你 下一次 如果有人出來 三分鐘的分享 因為如果多人 最好每個人都做 那我就會 將這裡裡面的神的屬性 三分鐘有感情 這樣說出來 好嗎 每個人都做 三分鐘 調避好 一方面做這個 OK 好 多謝主 有沒有問題啊 其實呢 因為我以前教過這個科 不是我為這個科 寫了這麼多功課 因為我以前教過這個科 我以前已經做了這些功課 所以 現在你們有這麼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你做完 你就會記得 要不然 我真是說 很多人很難想這個 犯人神屬性 他看經文 他想不到 所以你做的時候 還有你哪一條有問題 你可以回來問我 哪一條有問題 OK 有沒有人有事想問呢 現在 還有網上有很多 發揚神屬性 講道法的例子 你可以聽一下 你就看到我如何發掘神的屬性 OK 我們一起討告 結束 我們一起起床 聽到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的屬性 真的很美好 你充滿愛 充滿憐 充滿關心 又充滿智慧 充滿能 你又 體重我們每一個 你很想將你的恩典給我們 很想將你的能力給我們 很想提醒我們 個個都能夠作美好見證 個個都能夠分享主的信息 神你很想使用我們每一個 多謝你 多謝你 亦都凡你尋求你的必定得著 依靠你的必定得著 我們可以得著神 從神而來的能力 從神而來的智慧 我們可以大大量提升 我們總有機會會分享信息 有時就是傳福音 有時就是小組 有時就是 在街上跟別人聊天 或者在車上跟別人聊天 我們總有機會可以 將神的信息 能夠宣傳給別人聽 求主幫助我們 時常活在你的話語中 滿有喜樂滿有愛 滿有神你的生命 多謝天父 求主你的愛你的聖靈 居住在我們裏面 充滿我們的心 釋放我們的靈 將我們所有重疊都拿走了 所有煩惱都拿走了 哈利路呀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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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福主耶穌聖靈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希望大家可以 多謝耶穌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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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聖靈